这人无姓男子他其实不是保龄茶室A13店的正职厨师 他先前在北车微风店工作 没想到这回来代班却发生食案问题 成为第二波约谈被告 25岁的胡姓厨师是越南人 住在台北市南港来台湾已经7年 大学时从越南到台湾读书 毕业后就留着工作 在保龄咖啡微风北车店担任厨师一年多 3月19号到26号到台北新一A13店的保龄茶室帮忙代班 没想到就在这短短8天发生多人食物中毒 面对问话全程不发一语 胡姓厨师头戴鸭舌帽戴口罩把自己包紧紧 在28号下午将近6点以被告身份到新一分局制作笔录 直到晚上11点多被两名新警一左一右借户 移送到北检附讯 带回保龄茶室A13餐厅的代班厨师胡某 那目的是为了调查本次食安事件案发期间 其代理原本周姓厨师与上处的一个餐厅 控煮食物的过程 那同时也需要厘清使用食材的一些来源 胡姓厨师在台湾念书时为了付学费每天打零工 毕业后因为工资比越南还高留在台湾继续赚钱 一直都从事餐饮行业 怎么样也没料到 因为北车微风店内整修被调到A13支援 就在这期间发生意外 现在检警都很关注要离清他代班时间的烹煮方式 或是食物存放有没有问题 就怕只是一个疏失就酿成严重的食安问题 TVBS黄金人苏配与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